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通过一个标志就可以认识到这一点 现在我们先来看这样一个标记 也许你也能够认出 这个我们看到的是两把钢刀 它代表的就是谢菲尔德这个城市 钢刀其实我们相信是餐刀 这是用来吃的 这个呢就是我们成都市的诗花 相信每个人都对它非常的熟悉 芙蓉花 其实这个钢刀和芙蓉花的结合 就意味着在3月23号 成都和英国一个著名的城市 谢菲尔德结成了友好城市 成都与谢菲尔德两座城市 距离一万多公里 有八个小时的时差 但在政治 经济 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 却越来越密切 在2010年春天的这个日子里 两市签署了友好城市关系协议书 谢菲尔德成为了继法国盟理爱 德国博文之后的成都第13座友城 也是成都在英国的第一座友城 在欧洲的第8座友城 在英国 谢菲尔德是一个十分著名的工业城市 但是也许对于中国人来说 很多还不那么的熟悉 我们的成都人更应该对谢菲尔德 更加熟悉一点才是 你们觉得呢 所以我们这次是独家邀请到 我们友城的重要人物 来到这里是成都的连博士 跟我们分享美和力的结合 本期节目嘉宾 柯林·罗斯 谢菲尔德代表团的团长 2009年5月期 出任负责就业企业和发展的议员 相当于谢氏市长 凯文·麦凯布 谢菲连足球俱乐部主席 吕天一 成都市外事办副主任 我们首先想请问一下的是我们的柯林 我们想知道您能不能用一句精彩的简介 告诉我们谢菲尔德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谢菲尔德位于英国的中心 坐落于南约克郡 是英国的第四大城市 坐火车两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伦敦 匹克居国家公园 是排名仅次于日本富士山的 世界第二大国家公园 几乎整个城市的一半 都沿映在匹克国家公园之中 谢菲尔德是一座拥有多元文化的城市 这里居住着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 你可以听到至少84种语言 在过去的100年里 谢菲尔德成了钢铁工业的代名词 以至于英国人都改称它为钢铁石城 在坎特伯雷故事集中 诗人乔首的一个忠实读者 就常带着一把铲于谢菲尔德的残刀 1913年 哈利布莱利在这里发明了普手钢 谢菲尔德也是一座大学城 著名大学有谢菲尔德大学 和谢菲尔德哈雷姆大学 世界经典小说简爱就在这里写城 谢菲尔德也是英国第一个体育之都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足球俱乐部发源地 体育运动的历史远远流长 它是世界斯诺克台球锦标赛 和英国碧球公开赛的定点举办城市 台球王子丁俊辉 目前就在谢菲尔德接受培训 其实今天我们场上的嘉宾 还有一位努力促成了 我们这个两个城市 这位友好关系的李主任 但是我也知道李主任 其实从来没有去过谢菲尔德 他只是从精神上 已经完全占有了这个城市 因为他了解并且又爱他 那他们到底是包办婚姻 还是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自由恋爱 这个我觉得 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肯定的回答 不管是成都也好 谢菲尔德也好 我们两个城市 在两世皆好的这个问题上 是高度一致 大家通过多年的努力 不管是政府部门也好 包括这个谢菲尔德的议会 我们的企业 还有广大的市民 都做了很多的工作和努力 终于促成了这一堆城市结为友好城市 现在我想把问题 抛给我们的柯林先生 那就是在谢菲尔德选择成都 作为他的友好城市的时候 他是怎么样考虑的 是不是因为觉得条件相当 门当互对 所以才结为友好城市 听听根本告诉我们 我们的谢菲尔德 要和成都几位友好城市 你没有看中了成都这个城市的什么呢 谢谢大家 Sheffield for sport and Sheffield's other claim to fame has been the home of football and we Sheffield United became associated with Chengdu Blades back in 2006 so we see sport being a great unifier between the two cities for good reasons and we believe we can promote our city Sheffield to Chengdu and Sheffield United also strengthen those sporting links So now actually we should have given the title of the title of the title of Kevin Now we can also open the title o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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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gdu The title of Chengdu is the title of Chengdu and Sheffield United.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We are also very interested in the title of Chengdu There is such a huge fan of a soccer fan. They really want to know in 2006 how did you decide to buy Chengdu and Sheffield United. Well the business interest we have here in China started back in 2002 in real estate and that meant traveling to various part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including Chengdu where we saw the potential for commercial and residential projects that therefore led to knowledge of Chengdu the city that was then followed by the opportunistic purchase of Chengdu five bulls which was made available because of the government's desire not to see tobacco companies in charge of sporting organizations so we were a natural fit bringing our skills as a westernized football club that to understand how to work with communities and cities hence our acquisition of Chengdu five bulls some four years ago 成都和谢菲尔德两世最早合作源自足球 1953年四川足球组队 1993年成都全新足球俱乐部成立 数十年成足 四川足球始终在甲乙鸡之间苦苦挣扎 2006年 英国谢菲连足球俱乐部成功控股成都五牛足球俱乐部 俱乐部名称改为成都谢菲连足球俱乐部 在这之后有2007年的冲超成功 也有2010年的降级事件 中国体育与外国资本的结合 究竟给四川足球注入了什么样的血液呢 带着这个问题 我们来到了位于双流的成都谢菲连基地 见到了成都足球老将姚夏 银发控股后引进国外这种职业球员的一种理念 让我们才有这种信念这种动力去 再提到现在 姚夏告诉我们 如今的成都谢菲连作为职业足球俱乐部 以经济实体的观念来运作 等于是依靠足球来运作公司 现在这个基地呢 总体面积差不多是在两三百亩 现在有六块训练场 现在这个基地呢 就是集这种队员的住宿 以及俱乐部的办公 还有队员的训练场所为一体的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基地 而且现在这种硬件设施呢 我觉得就是在全国的俱乐部里边 应该算是属于一流的 除了硬件设施 成都谢菲连还有很多软件的提升 俱乐部长年有三名以上的外教 四年多来也引进了很多外援 而中国球员也有很多机会 被输出到国外球队锻炼 这个是2006年 就是刚接手那一年 咱们俱乐部呢 也是一个就是说 做的一个一种创新 在天赋早报做了一个 咱们对每一周的一个对报 就是说在比赛前 它有一个对咱们对一个介绍 对客队的一个介绍 那这种在报纸上 这么大的一个宣传力度 应该是一个比较新的一种影响方式 对 因为这个呢 可能也是就是说 从英国里边就是说 有这种先例吧 而且有这种比较好的一个经验 目前英国管理班 还在中国选择了十多所学校 定点选拔培养年轻苗子 为成都谢菲连输送新鲜血液 这一次谢菲尔德 来到成都的第一个项目 就是到成都谢菲连视察 柯林医员还和小球员们 一起练了一下球 由于英国谢菲连的矿股 球队现在在软硬件 营销 队员培养等各个方面的实力 都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在全国球队都属于先进级别 成都谢菲连有信心 也好的成绩 在新赛季重返中超 因为我们不知道 柯林医员到底是不是一个足球迷 他又是怎么样看待 就是我们这次成都五牛 事实上是因为某种特殊的原因 降级被处理 之后我们的谢菲连 仍然坚守坚定地说 我们会继续冠资金去 我们将会继续一直持续地 去为成都足球 成都五牛 去得出更多的努力 我们发现这些年轻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中国们都知道怎么样判断一个朋友 就是假如你驾驶的是一辆豪华房车的话 那么也许谁都愿意成为你的副驾 但是当车抛锚了之后 还会有人愿意陪你一起去搭大巴 那么这个人可能是你的朋友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在1999年的时候 谢菲尔德这个城市就曾经被当地的大学生投票 选举成为了当地居民和学生关系最为融洽的这个城市 这个荣誉对于中国人来说 对于城市来说 都是会觉得很新鲜的 因为他们没有听说过 比如说这样一个荣誉 当地居民和学生关系最为融洽 这样的一个大学城 这样的一个奖项 你们是怎么样看待的 除了体育方面的合作之外 现在教育是两世联系最紧密的领域 谢菲尔德是一座大学城 著名大学有谢菲尔德大学和谢菲尔德哈雷姆大学 在1999年的学生投票中 谢菲尔德当选为当地居民和学生关系最为融洽的大学城 吸引了来自全世界的众多留学生 我确定他们会感到比较多的文化 更有所欲求的以外的地方 是学生的 你会有很多的费用 因为旅行人都没起来 教育中的课程 学生中的课程 无论如何这样的 无论这些地方 我这里的工程都非常非常地 在那里的一家 这是一个地方 能够较为 自己的未来 和自己的未来 谢菲尔德在英国 是著名的大学城 而咱们成都也有 众多知名的高校 两个城市在教育 这个方面 有很多值得对话的地方 我现在所在的成都大学 从08年就和谢菲尔德 进行了一些交流 同学们告诉我们 现在这里还留有 三把椅子 是当时交流的成果 2008年 成都大学艺术学院的同学们 在一个月的时间里 设计出了数件家具作品 而这些作品 随后被送到了 英国谢菲尔德的大学 进行展览 我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以靠的以》 所以这个钢铁 应该是作为 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吧 然后这个木头以及红木 我们做的这些七颜色 又是属于中国文化的 一个很有内涵的 一个代表性的一个物体 我们这个作品 取名叫做呼唤 主要是故于人们 回归自然 回归那个本性嘛 这个作件 别看就是感觉很成就嘛 其实这样 该做上来 还很舒服的 就是整个作品 就是围绕了一种环保 还有那个废物再利用的理念 叫网 这个网 看上去一眼看上去 就是像一个资助网 说实话 这个总体上看上来 是一件很概念 很概念的东西 就是很现代 作为一个地方院校 在立足于本土的一些优势文化的 这样的前提条件以下 我们就更多地去吸取 学习了解 其他文化的一些优点和缺点 2008年的这次交流活动 在谢菲尔德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这样的交流促进了两世学生的技能和视野 而在两世结成友好城市之后 教育方面的交流将升级 以后两地师生会有更多的互访机会 那我还可以给你主持人透露一下 像这个英国教育 应该是教育文化委员会 那么有一个中英方面的教育的效率项目 因为我们和谢菲尔德是友好城市 所以在进行项目配对的时候 就有把这个校举之间的交流项目 就放在有两个学校的交流项目 就放在成都和谢菲尔德 我们还有很多的一些非常好的项目 其实这些项目 我跟你数一下我们这三年来的 一些友好合作的一些项目 那么你就可以判断出 为什么我们成都和谢菲尔德 到今天能走到解媒城这一步 06年这个谢菲连足球队 这个事情就不用再说了 那么07年的两个城市签了 这个友好合作关系城市协议 08年初的时候呢 我们成都就派了一个演出团 到谢菲尔德参加春节的文艺演出活动 进行文化方面的交流 08年这个我们维尔大地震呢 谢菲尔德市民主动捐款 他们的算款 2万多英镑的算款 捐给了我们成都 这一步京堂的毛骨小学 用于再后重建 这一步京堂的大地震呢 对我们有的都是很美好的一些回忆 但是从这些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两个城市在这么多年 这三年里是一种非常活跃的 非常和睦的一种关系 所以走到今天 我觉得是一个水稻渠成 是一个真实修成正果的时候了 I agree 今天看起来很像是一个结婚典礼 就是男方女方都在说我愿意 他因为他是这样的情合意合 这样的水稻渠成 但同时我们也很想听到 我们来自英国的两位客人 他们告诉我们 他们在3月23号上午到中午 来到成都之后 他们发现了什么让他们感兴趣的东西 先请我们的各邻议员告诉我们 Chen Du was rated two years ago as one of the 10 happiest places in China to live and I can see why because the people here have been so friendly and welcoming to us and showing us around the hospitality is being good We like to think Sheffield is also a friendly and hospitable city and our universities attract a lot of students from all over the United Kingdom and a lot of them stay in Sheffield because they come to love the city I'm one myself I wasn't born in Sheffield but I came to university in Sheffield and I've stayed and made my life there and I see the same sort of attributes in Chengdu people will come to the city find it a good place to work and to live and want to stay there and that's my impression that I've got over the last two years